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美哥 今天這個專訪我邀請到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他剛剛就贏了這個矮刃挖金的國際冠軍 不如讓你介紹一下自己 多謝美哥台舉 大家好 我是Steven 剛剛在上星期六 就在布達佩斯那邊 就贏了這個矮刃挖金的世界賽的冠軍 今天就有幸得到美哥的邀請 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以及介紹一下自己的什麼東西 好的 Steven 其實你玩了Bot Game多久呢? 其實我小時候 其實自六歲開始 我爸爸媽媽家有附大富翁 我在家也有接觸過玩大富翁開始 一直以來 當然啦 在小學時候 總是會玩錯過規矩 但是去到中學 第一次真正可以說 接觸這個Bot Game 其實是在中三的年 在中三的年 我當時中學 就有幸和其他學校一起 搞了聯合大富翁比賽 在家裡玩了這麼多年 就打算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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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剛剛就贏了冠軍 從那時候開始 學會前輩經常都會找我和我的朋友出去 有大富翁比賽都與我一份 所以漸漸慢慢就產生了出流的興趣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其實都玩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嘩 玩了這麼久 是啊 那我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遊戲都有接觸的 不是說只是Bot Game 卡遊戲 有些譬如 Warhammer Magic 那都有 那不同種類都有 最重要是開心 哦 那你會不會有 除了掘金 那你會不會還有參加其他的比賽 有的 那剛才提過 其實以往來說 我主要就是玩大富翁為主 那2000年那一年 我就有幸成為了香港冠軍 代表香港 還有前世界冠軍 阿不華樓先生一起去多倫多那邊 打世界大富翁賽 那當時也很幸運 就拿了一個押軍回來 所以之後就努力讀書 上大學 出來工作 後來去到2012年 對了 那我有幸和我朋友一起 就代表香港 去參加世界的卡坦道比賽 那當時就是在美國那邊的廢城 舉行的 那我朋友Joe Joe Chan 那當年也有幸為香港爭光 就拿了這個世界亞軍 就成為了卡坦道 差一點點做了一個冠軍 就成為了卡坦道的世界亞軍 那之後呢 2012年 我也有去德國 參加一個德國的Stone Age賽 那那年呢 因為我不是德國citizen 大會大日都給我參加 但是呢 我最多拿第四 結果都是拿第四 那去到今年了 其實今年呢 我除了去桂金比賽之外 對了 十月的時候也都有去德國 之後呢 會參加當地的Stone Age比賽 以及呢 允許該公司 有少許提示可以分享 因為大部份的比賽基本上都是計時 所以在比賽中,時間控制是相當重要的 另一方面,其實是個人情緒和心理控制 尤其是決賽時,大家都很緊張 跟他冠軍差一點 如何可以放鬆自己,發揮自己平日的水準 這方面也很重要 還有,要觀察對手的行為和反應 尤其是一些小動作,或是面部表情 尤其是玩一些推敲性遊戲時 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提示 當然,譬如說我這次挖金世界賽 日本選手很厲害 基本上,他全程的樣子都是Pocketface 你是完全不知道他底部是什麼 這些也是可以學習的地方 原來在比賽中有這麼多東西要去看 原來還要看對手的臉 Pocketface 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影片,請like這個影片 和subscribeYouTube channel 給更多你的專訪影片 好了,我是你們的美哥 我是Steven 你們現在收看的是奇人專訪 第一次,我是你們的 一個都鑽井 1,2,3,4 Viv b Viv b Viv b 感谢观看